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那避險參數呢 我們現在再來做一次Python的應用吧 要做什麼事呢 其實我本來不大想做這個的 因為我們就是把避險參數用Python來算一算 這個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技術含量 就是把Python當作計算機把公式寫進去 然後按著讓它做計算就對了 但是呢 其實我們要做這個微分不一定真的是要把微分公式做出來 我們可以用差分的概念來做 這個在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把公式解跟差分的解兩個都做看看 然後看它到底差異多少吧 所以我們現在再開一個新的東西 那首先呢還是先證明一下 我們呢先把這個名字命好 那叫Greek G-R-E-E-K-X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要做Greek 那同樣的呢 我們之前所講的Mendikaro那邊有很多公司可以抓 所以我們再去偷看看吧 看看有什麼公司可以用的 所以再把變號60內影片Mendikaro把它弄出來 好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 NumPy引進來 MendplotDelive.pyplot 也把它引進來 然後把它剪寫了叫做 Plot 那Pyme呢我們就不需要了 因為我們沒有計算時間 那我們需要一個標準常態分配的 基本不函數 所以我們從SidePy裡面在importStats 這個大家都應該非常的熟悉 然後呢我們其實只是做個範例而已啦 所以我們就做買權的避險參數好了 那賣權的部分呢就請大家自己回去做吧 所以呢我這裡再做個小筆記 好 我現在呢就先把那個 Nexus的公司解先把它算出來一下 所以是DSM Core Premium 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等一下假如說我們要做差分的時候 然後那還會蠻需要用到這件事的 而且這個也沒什麼 這個事實上就是把 我們在Mendecarlo那一張 的這個Precious的公司呢 就把它給抓出來喔 好 那要改一些地方 因為呢我們現在假設 標的股數會發股利率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多了一個Q喔 好 所以這邊是變成是R減掉Q 然後呢再加上0.5千里Sigma 所以這裡是沒什麼問題的喔 那D2呢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Value呢這邊 S要乘以Exp-QT 所以就是要乘以NP 然後Exp-Q才乘以P 好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 然後就Return Value OK 好 然後呢我們就隨便舉一個例子來做 然後等一下去跟作者所提供的那個軟體 所計算出來的結果到底不一樣 那總是要對一下答案吧 好 所以我們假設呢有一個買權 標丟價格是50 旅月價格是50 權利期間11年 然後無空前利率呢是0.05好了 那股利率呢是0.03那波動度呢是20%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是價格是4.326 好 那我們就來跟 嗯 跟那個 我們這本書的作者John Hall 他的程式做一下比較吧 總是要做得跟這樣一樣啊 不然不一樣就是自己在做爽的 這樣也不行 好 所以我們就把標的物呢 例如說弄指數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標的物會發現金股利喔 好 所以呢就是輸入這一些的參數 然後得到權利金 然後還有得到一堆避險參數 好 所以我們就標的物價格50 波動度25% 貢險利率5% 股利率3% 然後呢這也是一年 然後旅月價格是50 我們就按下去發現呢 嗯 我就把它弄大一點好了 發現這個買權的價格就是4.3262 嗯 好 不錯 那下面這些避險參數呢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去做的部分啦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吧 開始做 所以第一個呢 要做什麼事呢 當然就是把data給算出來啦 那 避險參數的公式呢 其實在課本上都有啦 那其實在這張透明片也有 但是我不是很想把其他的透明片大幅的放上 我現在錄了這個影片喔 怕你們就被看不見這個影片 因為搞不好被關閉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我們可以到維基百科去去找 去找Grex 然後呢 我們就打維基百科 然後上面呢 都有公式 都有公式喔 那當然假如說手上有輸貨 你就直接到這個作者的網上去下載 透明片裡面也有公式啦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左邊這個地方喔 然後呢 我們剛剛輸進去的就是 Brecious它的價格的公式 然後呢 data公式就在這邊喔 這個data其實就是我們 常見的nd1的n喔 也就是呢 它是標準常態分配的累積分佈函數 好 然後Vega呢 就等於這串公式 所以這個小掰呢 代表的就是 標準常態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喔 就是一個是pdf 然後剛剛大掰是cdf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小掰是 固定某個x之下的那個累積機率的密度 指是多少 但是呢 這個大掰呢 事實上就是標準常態分配 從附充大概積分 積分到某個d1的值 總共積分的多少 所以大家應該都有認識了 那Theta公式呢 比較長一點 rota公式還蠻短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這個rota公式呢 其實這個公式它只適用在 它只適用在那個不是期貨 假如是期貨的話呢 rota公式是不能這樣子做的 好 不管怎樣呢 等一下我們就是會照這個 公式來打 會照這個公式來打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吧 開始來做吧 其實上都在這邊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定義 定義一個 定義 Data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寫成一個函數 所以我們就Define BSM 然後我就叫做Core 然後叫Data好了 DLTA 然後呢大概就是這一些的參數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寫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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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把Data做好之後 等一下就就是複製貼上來改 就很簡單 好 所以事實上呢就是 就是這一塊 也就是呢 所以是Penetial-QT 乘以大N D1 所以事實上就是這一塊 把它複製下來 所以是Penetial-QT 乘以大N D1 OK 好 很好 然後呢我們就來計算看看 是不是真的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BSM Core Delta 然後我們在這些值之下呢 我們看一下Delta是多少 是多少 是多少 結果它沒有印出來 因為我這邊沒有return那個值啊 哈哈 因為我剛剛在函數裡面呢 並沒有要叫它return這個值 所以它當然就不想理我 好 所以算出來呢是0.5621399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書的作者 這邊做出來是0.56214 那我們做出來是0.5621399 其實是蠻接近的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 假如用差分的方式要怎麼去做呢 我們之前講過了 不過我們再講一次吧 也就是說呢 今天呢 Precious的公司呢 我們只要讓它X呢 本來是50對不對 我們就讓它加一個很小很小很小的數 然後呢 減掉 今天呢 不要丟價格呢 減掉一個很小很小很小 然後呢 這樣做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就要把它除以2H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真的就是在做 切線斜率的意思啦 因為呢 我們說 今天呢 這裡是 買全權利金 這裡是標丟的價格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 函數圖形 所以假設50是在這個地方 50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就說 今天呢 假如標丟價格變50.00幾的時候 那 事實上呢 就會是這個值哦 然後呢 假如標丟價格呢 變成49.9999幾的時候 然後呢 就會是這個值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值呢 就把它相減 把這兩個值相減 把它畫大一點好了 一個呢 是紅色的叉叉 一個是藍色的叉叉 所以呢 我們把這兩個值呢 的高度相減 把這兩個值的高度相減 然後除以 它的那個 就是說這兩個值的高度呢 事實上就是 這條線 就是這條線 這兩個值的高度 然後呢 除以什麼 除以呢 它橫走 走多少的距離哦 走多少距離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重走它的高度 1 事實上就是我這邊所寫的分子1哦 然後呢 我把它除以呢 我們走多少距離 就是走了2h的距離哦 所以呢 把它除以2 然後這個東西在幹嘛呢 其實就在算呢 這兩條線 假如去把它連起來呢 這兩個點 假如連起來 會得到一條線 那條線的斜率是多少 那因為事實上 這兩個點非常的接近 你想看 假如說 紅色叉叉跟藍色叉叉 一直都很 往中間這個50 對上來的 這個全力金的話 那事實上 這兩個點很接近的話 本來割線就非常 會變成 就非常會近似於切線啊 那我們呢 1除以2又是在算斜率嘛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不要 讓它變動太大的話 h不要變動太大的話 基本上呢 我們是在算割線的斜率 但是因為呢 h沒有變得很大 所以這時候割線呢 幾乎就等於切線 那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去逼近切線的斜率 那逼近切線的斜率呢 其實就是在求 一階倒函數的意思哦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事呢 我們就把 這邊全部複製下來 然後我們就 define 一個叫做 bxm 現在不是bxm 是numerical 所以我們就寫個大N好了 也就是說 我們是用數值方法來做的 那數值方法來做呢 就不是太困難了 我們首先先定一個h 那這個h呢 嗯 今天假如說你是做一階導函數的話 h其實是可以定很小的啦 但是呢 因為等下γ是二階導函數 我定太小的話 那那個很小數要平方 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電腦的小數點 其實都只是記錄一個近視值哦 當然你這個 h弄得太小的話 你好像在挑戰電腦的精確度 他有時候會亂算一通 所以我們這邊就設10的-5次方好了 0.1231 好那這樣子應該夠了 應該夠了 好 所以這時候的data怎麼做呢 真的就很簡單 你完全不需要任何公司哦 只要你會算價格就好了 那我們就用價格來做差分 事實上在債券市場上 這個概念也常常在用 例如說債券市場上不是常常要算 那個Division跟Convestite嘛 就是程序期間跟債券凸信 那通常呢 課本會有公司可以讓你帶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那個公司怎麼來的 那公司事實上是一個 附固定利息的債券的公司 去違分得來的 可是很多債券其實都沒有公司啊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太多稀奇古怪的條款 例如說有贖回權 有賣回權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很多債券價格 都是要用出資方式去算的 他根本寫不出公司哦 那當你寫不出公司 你當然就沒有辦法 把公司拿來對某個變數做微分了 這時候呢怎麼辦 你怎麼去求那種什麼Division Convestite呢 其實一個方法就是 用我們現在講的這種差分的概念 只要你會算債券的價格 你那就可以去把某個變數呢 做微小變動 然後用差分的方式 去逼近它的微分概念 所應該得出來的資 所以呢我們今天講是用紐密口 這種方式來做避險參數的話 真的就不大需要什麼 希奇古怪的這些看起來很可怕的公司 我們只要會算價格就好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BSM 的函數就把它給丟進來 我們就把BSM 的函數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是BSM 的函數 但是現在呢我們就讓 標的股的價格加上 H 動一點點 然後呢減掉 我們再讓標的股的價格呢 減掉 H 讓它也往另外一邊動一點點 那這個東西兩個做出來的結果 再把它除以 再把它除以 通常你們只要聽到我講這種慢 好像就是有點不祥的預兆 為什麼會有不祥的預兆呢 因為這裡為什麼會出現 一個紅色警示的括號 如果這裡多了一個括號 所以還好 然後呢我們就除以 2 乘以 H 就是我們移動了 2 倍的 H 好 然後我們就 Return Delta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 用這種差分的方式來做 到底效果多好呢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是同樣的數值之下 只是我們就呼叫一個 N Core Delta 好 所以算下來是 0.5621399783 那跟原來的誤差有多少 我們就把用數值方式做出來的東西 減掉 Precious 算出來的東西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 哇 這個誤差呢 非常非常的小 幾乎就是 10 的負十一次方左右而已 聽起來實在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好 所以呢 Data 就做完了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一下 Gamma 做一下 Gamma 然後我就弄很多空白的列來寫好了 剩下都是複字貼上的 真的就是複字貼上的 首先呢 我們先來定義一下 Precious 下面的 Gamma 所以我就把這邊改成 Gamma 那 Gamma 公式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透影片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 在這邊 在這邊 對 Exponential 負 Qt 乘以機率密度函數 再除以 S 再除以 Sigma 再除以 很好 好 所以 好吧 那我就打看看嘛 好 所以我們不需要 D1 嘛 其實我們是需要 D1 的 好 所以這時候 Gamma Gamma 那就等於什麼東西呢 就等於 Exponential 負 Qt 乘以 標準常態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這也不是 PDF 這也要改成 PDF 了 好 然後呢 要除以什麼東西呢 除以分母 事實上是 X 0 然後呢 還要再除以 Sigma 還要再除以 根號 T 所以就是 那拍點 SQR T 的大 T 好 然後呢 最後我們就 Return Gamma 就 Return Gamma 也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錯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算一下 Bratious 的 Gamma Core 的 Gamma 是多少 所以我們再改成 Gamma 結果是 0.0379485 我們來對一下答案 0.037949 所以是一樣的 好 那很不錯 好 那假如說用數值方式來做 Gamma 要怎麼做呢 好 那我這裡大致再講一下好了 那也就是說 Gamma 其實就在衡量 Delta 的變動 所以我們先讓 50 標度價格加 H 然後呢 減掉 標度價格的標動 然後算出兩個 買權的價格 然後再除以 H 事實上這就是一個 Delta 這就是一個 Delta 就是一個 Delta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減掉另外一個 Delta 那另外 Delta 我們就是 50 標度價格呢 減掉今天標度價格的小一點點 的買權的價格 然後呢 再除以 H 所以這個其實又是另外一個 Delta 也是另外一個 Delta 好 那這兩個 Delta 相減了 它除以 H 這不就是 Gamma 的定義了嗎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結果呢 其實就是 就是兩邊 減掉兩倍的中間 聽起來有點像是碟式的感覺 也就是呢 標度價格加 H 算出一個買權的價格 然後呢 再加上標度價格減 H 算出一個買權的價格 因為只要說 H 減到 10 的負 8 次方 平方就變 10 的負 16 次方 其實我對 Python 的精確度沒有這麼的有信心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數值方式法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說 Define numerical code Gamma 好 然後呢 幾乎做法就是一樣 也就是加兩邊 加兩邊 然後這樣寫下去就太長了 我把它折下來 好 然後呢 剪掉兩倍的中間 剪掉兩倍的中間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BXM 的東西弄過來 然後這個 S 0 就不要加任何東西了 好 那這時候呢 要除以什麼呢 要除以 H 的平方 所以呢 H 的平方怎麼寫 就是這樣子寫 好 那我們就把它這個東西定義成 Gamma 然後我們就 Return Gamma 好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是這樣子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做看看吧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折下來 所以努力一個扣 Gamma 我們來算一下是多少 算下來是 0.03794 看起來很接近 好 那我們就把 用數值方式算的呢 剪掉 用 Precious 公式算出來的 Gamma 看兩個是差距多少 好 那就是差距大概是 10 的負6 次方左右 那其實呢 這樣差距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大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一下 VEGA 好了 VEGA 因為看起來 VEGA 的公式比較好做 你看一下 VEGA 公式很和藍可親 你可以去左邊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去右邊這個地方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一直不大想去做 Theta 因為等一下 Theta 要打好久 好嗎 不過早晚會遇到就是了 好吧 那我們先來定義一下 Brecious 之下的 Gamma 是怎麼做 所以就把名字改一改 VEGA 然後呢 我們這裡也是需要 D1 所以 D1 就留下來 好 所以這裡呢 是 VEGA 我先把名字呢 全部把它弄一下 好 然後呢 它的公式是 X0 X0 乘以 根號 T 所以這裡變成乘的 好 X0 乘以 現在不乘以 Sigma 啦 乘以 根號 乘以 根號 T 然後再乘以 Financial 負 Qt 再乘以 這裡是 PDF 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好 其實就是這個公式啦 我就是帶左邊這邊 X0 乘以 X0 乘以 Qt 乘以 根號 T 然後再乘以機率密度函數 好 所以就是 S0 乘以 根號 T 乘以 X0 乘以 Qt 再乘以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長成這樣子呢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改成 VEGA 但是呢 我們剛剛也講過 我們之前也講過 其實Junghu 它是把這個 VEGA 值除以 100 然後我們這邊呢 其實就不除以 100 做出來的結果是 18.974 然後呢 課本的公式是 0.189743 所以兩個是一樣的 兩個是一樣的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是 New Mexico 的 VEGA 要怎麼去 我做錯了一件事情 我剛剛把 New Mexico 的公司弄掉了 不過沒關係 但是還是覺得這樣子很煩 好 所以等我一分鐘 我把剛剛的 GAMA 呢 把它寫回來 所以我們說 GAMA 呢 其實就是把這兩個東西相加 然後呢 剪掉 兩倍乘以 對 修則公式 對 其實我們剛剛做過啦 所以我不小心把它覆蓋掉 好 事實上之後也不會用到 只是我覺得 這樣好像不太好 好 所以 H 平方 好 所以這是 GAMA 也好 那就把它儲存下來吧 好吧 那我們呢 現在就來看一下 怎麼去做 New Mexico 的 VEGA 好 不要再隨便亂按 好 所以呢 這裡事實上就是 VEGA 好 VEGA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 先把名字全部改成 VEGA 好 那 VEGA 的公司到底要改什麼地方呢 扣原始的 DATA 的部分 會比較好改 把原始 DATA 的定義呢 就把它貼過來 會比貼 GAMA 好改 因為 GAMA 呢 要算三個 VEGA 的公司 那其他 假如做一階微分的話 假如算兩個 VEGA 的公司就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變動的其實是 SIGMA 要變動 所以呢 我們就讓 SIGMA 加上 H 然後減掉呢 SIGMA 呢 減掉 H 好 然後除以 2 H 好 我們就可以得到 VEGA 了 然後呢 我們就 算一下 Numeric 的 VEGA 是多少呢 VEGA 算起來結果是 18.97 1281 其實真的還蠻接近的 好 所以呢 我們把 Numeric 算出來的結果 剪掉呢 VeGA 算出來的結果 那 誤差其實都已經到了 10個 boost 一次方了 事實上真的是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滿意了 好 我們要開始進行 很恐怖的東西了 就是 那 Theta 再怎麼做 Theta 再怎麼做 好 好 其實就是把那一團公司給弄下來 所以讓我們先定義一下 VeGA 之下的 Theta 先把 該改的名字都把它改一改 對 該改的名字都改一改 好 然後呢 這個公司呢 真的是 露露的 太長了 太長了 我不得不翻開 課本 來找一下 但是這課本 我常常找不到 該找的東西耶 好 總之 我等一下要輸入的呢 就是什麼 就是 這一大塊 這一大塊 那大家呢 可能就去把透明片 打開 或課本打開 我就是要開始 輸入 這個東西 好嗎 那我先看什麼可以用的 所以有沒有 exp-Qt 然後乘以 cdf 然後再乘以 q 再乘以 s0 好 所以第一項是什麼呢 第一項我是先做 exp-Qt 乘以 大nd1 乘以 s0 乘以q 這個事實上就是對應什麼 就是對應這裡 最後這一項 這項看起來最簡單 我就先寫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呢 要幹嘛呢 要 減掉一個 東西 那我們還是先寫簡單的 減掉 r乘以 k 然後呢 再乘以 exp-Qt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 就把它 貼過來 -Qt 然後呢 再乘以 大N的d2 所以我們這裡還要用到d2 我們還要到前面去借一下d2的定義 所以 θ是會用到d2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必須要d2 好 所以這裡還要乘以一個大N的d2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摳過來 然後 這裡改成d2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這裡在寫什麼呢 我就是減掉r乘以k乘以exp-Qt t乘以大N的d2 其實就是對應這邊 減掉r乘以k乘以exp-Rt乘以大N的d2 好 那剩下呢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那就 就把它寫上去吧 也沒什麼啦 好 所以減掉 那看起來呢 有一大堆s0 什麼什麼nd1的 所以我就把第一塊 把它 複製下來了 看什麼東西用得到 所以financial-Qt有 然後呢 這裡要改成pdf 所以這裡也成了 然後要再乘以s0也成了 然後再乘以sigma也成了 好 我看一下 s0乘以這個 然後乘以什麼 這個東西 好 然後就開始除 除某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就是2 然後乘以 根號p 存號p 好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就要結束了 好吧 那因為呢 我們要跟 作者做出來的做對照 但是我們也說過 作者這個東西已經有 先幫你除以365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除以365 這樣等一下才可以對答案啊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Britious公式的這個p 這個θ 是多少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是 負的0.0061459 負的0.0061459 看起來還蠻像的 那就當作是對的好了 那我們就不要除以365 因為其實實物上 我是喜歡除以252 但是我們這邊都先年化 先不除好了 好 好 所以呢 這樣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負2.24 好像也沒有多複雜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用Numerical怎麼算呢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改一改 但是用Numerical算θ 的話 比較 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有時候 這個全體期間真的 很有可能會增加非常非常短 所以我們剛剛呢 H取10的-5次方好像有點太小了 因為10的-5次方呢 大概就是10的-5次方年 10的-5次方年好像還有幾個小時喔 那有時候 權力快到解的時候幾個小時 還是會算它的θ 所以呢 在算θ的時候呢 我就習慣 那這個H呢 就取6個0好了 所以0.00 取6個0 那好像是10的-7次方呢 幾乎就只剩下40幾秒 那 權力期間快到剩40幾秒 應該不是太多人在算θ了吧 那這樣子的話呢 比較好一點 因為呢 前面的那些 用Numerical來算的話 其實那些參數值都 不會接近0左右啦 但是權力期間是 真的很有可能會變成0 所以呢 我們這邊要加的這個H數呢 就讓它再更小一點好了 好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大T再加上H 但是我大T這裡加H-H的時候 要小心一件事情喔 等一下我再說好了 好 所以呢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是讓大T加H 還有大T-H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喔 什麼東西叫做θ 我們再複習一下 θ其實呢 是對 常常拼錯呢 θ呢 它事實上是對小T作為分的 也就是呢 一個權力基因對小T去做為分 那小T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遍了 大T是到期日 小T是今天 所以小T呢 其實是會動的 小T增加代表大T-小T呢 是在減少 也就是小T增加代表是權力期間在減少 那 Setup本來是對小T做為分的 但是呢 我們剛剛那個做法呢 其實是直接在大T上面 加H-H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做法其實是對大T-小T在做為分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對大T在做為分 但是對大T做為分 對小T做為分 就是差一個負號 就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這邊必須要把它乘以-1 必須要把它乘以-1 不然就直接寫個負號好了 寫個負號 那你假如覺得這樣很煩的話 那也沒什麼關係啦 你就把減的寫在前面 加的寫在後面 做出來的結果就會是一樣的 因為減的寫在前面的話 代表說時間經過一點點 減掉時間沒有經過一點點的結果 那其實這樣也可以啦 但是我現在是直接把H加在大T上面 所以算出來的θ必須要乘一個負號才行 因為基本上我現在對大T做為分 可是其實真的定義是對小T在做為分 那我們現在就來驗證看看 這樣子會不會對呢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寫成θ 做出來結果-2.2432 還真的蠻接近的 那我們就把兩個東西呢 減掉來看看它的誤差是多少 好 所以誤差已經到了10的負發次方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 用這種差分的方式來做呢 基本上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好 那最後呢 終於到了RAW的部分了 到了RAW的部分 那RAW的公式就好像和藍可信多了 就是K乘以TXXRDXP blahd 幾乎就是剛剛上面的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上昇這一塊 只是有些地方要改一下而已 所以看起來很不錯 好 那我們就來定義 PrayShields公式下的RAW 所以我們把這裡改成RAW 然後RHO RAW RHO 然後我們這裡把它改成RHO 然後它也是要用到DTool 所以我們DTool就把它留著吧 但是我們剛剛說它好像只有 幾乎就是中間這一塊 所以我們把有用的留下來 沒有用的就砍了 然後來對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也就是它必須要等於 我再看一下 Tool乘以K乘以exp-RT 所以其實沒有這個東西 是K乘以T 乘以T 然後再乘以exp-RT 然後再乘以NB2 NB2 CDF 所以就是這樣子 OK 好 快做完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BrayShields的情況之下 的RAW是多少吧 做到的結果是 23.7807 對上答案 這邊是0.237807 所以交貨它們是把它除以100 我們這個沒有除以100 值跟它是一樣的 好 再來就是用數值方法來算的話 那怎麼算 這個就不是太困難喔 所以通常利率也蠻小的 所以我們H再把它定義成0.0000001 好 就是使得負其次方 好 所以我們再把兩個RT的公式相減 只是我們這次要弄在R上面 所以R減掉H 加上H 然後呢 減掉這邊是R減掉H 好 然後我們就ReturnRAW 然後ReturnHO 好 所以應該就是結束了 應該就是結束了 所以我們這裡把它弄下來 那這就改成RAW H 好 就算也是23.7807 那也是非常接近喔 那有誤差多少呢 我們就來兩個相減看看 好 所以就是也是誤差到10的-8次方 好 但是呢 嗯 這裡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 你當然也可以對Q去做微分啦 因為你也可以對股利率去求偏微分喔 那那個其實做法就很像了 我們這邊就 就不去談它的 就請大家自己去練習 但是呢 我們現在在算RAW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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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情呢 嗯 我這裡提一下好了 就是呢 我們說 一般化的BSN的公司呢 就是 但是假如说你的标的是期货选择权的话 标的是期货选择权的话 我们说其实你就把Q并成是R就好了 所以当标的物是期货的话 这个Q也要变成R 所以它整个公司是变成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期货它自己的符号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所以事实上这个S就变成F 然后Exponential-RT就变成F 减掉K 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 其实我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做 这是F乘以Exponential-RT的NV1 然后减掉K Exponential-RTNV2 而且现在这个年纪大了 没有办法一直跳很大的步骤 而且还要用话书写字 所以还是按部就班把它做出来好了 所以事实上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假如算弱的话 那就是要把它对R去做为分 把它对R去做为分 但是现在哪里有R呢 其实第一个这里有R 第二个这里也有R 然后ND1跟ND2里面其实是没有R的 因为D1里面有一个R-Q 但是当你Q是R的时候呢 那就R就消掉了 所以真的R就出现在这里 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所以呢 你整个把它做为分 那这个指数做为分还是自己嘛 那吃饭的部分呢 再把它做一次为分 所以最后做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是 权利金乘以权利期间加个负号而已 就变得这么的简单 那这个是呢 你假如标的是期货的话 你的ROL的公司 是不能够直接从原来呢 这么复杂的原始的ROL的公司 然后你就说好吧 我就把这个Q呢 带什么 就带五公选利率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呢 它原始的公司呢 其实Q带成R的时候 这时候你对R做为分呢 那原来的Q已经变成R了 事实上这个地方 也要对R去做为分 所以就记住呢 今天假如标的就是期货的话 期货选择权的ROL 是它的公司呢 就是负的CT 负的CT 而不是原始的ROL的公司 把Q改成R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们就来化妆一下吧 所以刚刚呢这个RAW呢 我们给它加个注解好了 事实上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写NotFor FutureOption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做一次RAW 再做一次RAW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是适用FutureOption 所以我们就写For FutureOption 好 然后这个公司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快 因此呢 我们就说 今天假如是RAW的话 那我们就 嗯 就再写个CoreFuture FutureCore好了 FutureCoreRAW 好 然后呢 其实这个RAW是等于什么呢 RAW事实上就是负的 负的什么东西呢 负的CT 所以呢 负的CT 所以其实就是负的T 然后乘以什么呢 乘以Brecious的公司解 好 所以我们就再把Brecious的公司解 抓出来用吧 在这边 在这边 好 所以 嗯 就把它乘以这里 好 这样子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好 很不错 好 那我们就来计算看看吧 就是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Brecious的RAW到底是等于什么 但是呢 标的物是期货 好 就是FutureCore 好 那因为呢 嗯 这时候你的R跟Q要一样 所以 R跟Q呢 都要设成一样的字 假设都是0.5好了 算出来就是-3.7885 那我们来对一下答案吧 所以呢 我们这边 这个标的物就要改成是期货 然后呢 再看一下计算 看一下它的RAW就是-0.037885 然后呢 乘以100的话呢 就是-3.7885 3.7885 然后乘以100就是-3.7885 所以-3.7885 所以看起来是没有错的 好 然后 然后呢 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要做Numacal的部分 那Numacal部分呢 要做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WUTURU FutureCore 好 那要特别注意呢 就是这时候呢 不但R要加H 就是Q也要加上H才行 然后这边呢 不但R要-H Q也要-H 才行 好 所以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问题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 验证看看 算一下看看 所以这里改成Future Future Future 好 算出来呢 就是不一样 因为这里呢 Q也要改成0.5才行 下回大跳 好 所以算出来呢 是-3.7885 其实跟用公式解来做是很像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两个东西剪一下 然后看看误差多少 然后你就发现了这误差也是到10-9次发那么小了 好 所以总而言之呢 你用算避险参数呢 你这个是可以去代公司啦 但是 既然现在电脑这么的发达 有时候你用数值运算的方式来做 也不会误差太多 只要你在选H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花点心思的话 其实用数值方式来做呢 还蛮方便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讲这个 避险参数 的Python应用就讲到这里 再来 大概 先看看